对了,大家记得苏吉的这个事件吗? 就是主持人摸了苏吉的大腿的那个事件 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因为35岁的搞笑艺人 在儿童教育电台的直播节目中 质疑用拳头打了15岁的未成年女爱豆 说出不雅语言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引起争议的影片部分 影片中可以看到搞笑艺人 好像是用了全力打 女团Busters的成员Chien的样子 但是刚好这个时候 有别的出演者经过镜头前面 挡到了后面的画面 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有没有真的被打到 但是很多网民们在网上留言 仔细听的话能听到被打的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 然后就是拍到了Chien非常尴尬的样子 所以在直播结束后 马上就在韩国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争议越来越大 Chien的经纪公司以及EBS教育电台 都马上发表声明说 Chien跟搞笑艺人A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 因为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平时也会打打闹闹的开玩笑的 只是这次闹得比较大 所以被大家扩大解释了 搞笑艺人A也表示 是一场百分之百的误会 对此韩国一部分的网民们的反应是 本人都说没有打 没有被打 为什么一直说是暴力争议呢? 如果真的用那么大的力量打的话 关系再好也不会没事的 Chien的立场都完全被无视了 自己随便判断攻击别人的人 真的好奇每天都是怎么生活的 但是大部分的网民们表示 看影片的话能看到脸上充满了杀气 对未成年人这是在做什么? 看着教育电台能学什么呢? 不管是真打还是假打 对于一个女儿年龄差不多的孩子 开这样的玩笑 做出这样的动作就已经是问题了 15岁的孩子当然会说没关系 难道他会说我不做了救救我吧吗? 为什么要让失败者解释呢? 然后正当在这个暴力争议在进行的时候 另外一位搞笑艺人B 之前对Chien说出的不雅发言 也重新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韩文里 是贬低女性的时候使用的词 有着婊子娘们的意思 在儿童们看的教育电台 30多岁的成年男性 对15岁的女孩这么说 已经是非常有问题了 但是有更严重的事情 搞笑艺人B说的 你是李斯特林消毒的婊子 李斯特林指的是这款漱口水 一般在韩国使用李斯特林的话 百分之百会说 用李斯特林漱口 用李斯特林漱口的人 动词会用漱口的 而绝对不会使用消毒这个词的 那如果使用李斯特林消毒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在那种性交易的地方 使用的英语 意思就是 性交易女性要用嘴 那个之前 先用李斯特林漱口消毒的意思 这位搞笑艺人 在教育电台的直播里 对着15岁的女孩 使用了李斯特林消毒这个词 对此节目制作单位解释 因为休息室里有李斯特林 而在节目开始前 钱也每次都会使用它 所以才会开那种玩笑的 刚才也说过了 一般会使用李斯特林漱口 而不会使用李斯特林消毒的 对此 韩国网民们的反应是 再怎么关系好 一个大叔对中学生说 婊子是正常吗 其他就不知道了 对一个15岁的孩子 开李斯特林玩笑 真的是个人吗 太下流了 多亏你我学了一个 这一生都不需要知道的词了 刚才那个暴力 可能是像千元说的 一样是一场误会 但是这个性骚扰脏话 千元应该也觉得是个错 因为事情真的变得很糟糕 结果 EBS的社长 也亲自发声明道歉 并决定退出两位搞笑艺人了 也禁止出演EBS电台了 对了 大家记得苏吉的这个事件吗 就是主持人摸了苏吉的 大腿的那个事件 当时因为性骚扰苏吉事件 这个主持人真的是被人肉搜索 被攻击的狗血淋头了 但是事实却是这样的 所以第一个事件 当然他的那种表情动作 确实是非常有问题的 不过真的有没有打人 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的 第二个事件就 不管他是不是以那种英语使用的 对女性用年这个词 就已经是大问题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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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